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hostbuster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hutterglass Megatron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是這種不規則形狀 中間有一個透明的窗戶可以看到玩具的本體 名字就是Megatron 下面這邊有Shutterglass 看到側面有一個人形的圖片 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載具 另外一面還是一個人形的圖片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是這種風格的喔 正反兩面都有 不重要把它丟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一把大劍 那這個Megatron是重塗的 這個劍也有出現過 它是可以變形可以變成一個砲管的喔 這個大家應該都比較知道了 在這個形態之下呢 你還是可以把它安裝在這個地方 看各位的選擇啊 官方的設定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還有附帶一個機頭 機頭是拔擦的 兩個翅膀是透明件 這款Shutterglass Megatron 主要是在漫畫裡面所登場的 那在鏡像的世界呢 博派變成了狂派 狂派變成了博派 我個人是沒有看漫畫的 我覺得你們應該比我還懂啊 所以如果有知道這個人物的詳細設定的話 也歡迎留言補充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機頭 機頭 嗯這個機頭還是蠻漂亮的 上面這邊有個狂派的標誌 啊狂派變成了紅色 這個配色我覺得還是蠻好看的 然後窗戶的部份呢是藍色的透明件 那前面這個部份就是它兩隻腳組成的嘛 所以這個小腿還是可以看的到齁 然後看到後面這邊呢原本是坦克的砲管 上面有些藍色和紅色的分色 那這個翅膀呢也是安裝上去的 它是一個透明件有點綴紅色 看到載具的後面呢就是坦克的前端啦 把它翻過來看 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看到它的頭呢鬼鬼祟祟祟的在這邊喔 那這款Mega床在載具形態之下呢 我覺得就是表現的還好齁 它等於說從原本的坦克形態 然後經過官方的腦補 加上一些配件之後變成了一個飛行船的形態 這個飛行船是有一點硬拗啦 但也不是那麼不合理喔 我覺得看起來是還OK的啦 那在這個形態之下呢 這個配件是可以跟原色的互相搭配使用 我們來裝裝看喔 它這個喔就是兩個凸 對應腳這邊有兩個洞 那直接把它扣進去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飛行船呢 因為它腳這邊有關節嘛 所以它這邊會有一點活動的現象 這個比較討厭一點 然後再來這兩個翅膀也是可以拔起來的 側面這邊都有一個洞喔 直接把它督進去 另外一邊也把它督進去喔 那原色的安裝上這個配件呢 看起來就變成這個樣子 看起來不是很搭啦 那這款Megatron呢 雖然是換色 但多了三個配件 所以說如果有買這款的話呢 也可以跟你原色的Megatron 或者是跟二次元的Megatron做一些互動 那它當然也是可以變成一個坦克的 我們把它變成坦克來看一下 這個腳的部份呢 要經過一個變形 這個應該大家都比較清楚了 這不是一個新的模具了 要把這邊的關節呢 做一個折疊 然後把這塊再把它收回去 側邊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喔 把這個打開 然後這邊有個關節可以彎曲嘛 然後做一個翻折 再把這塊收回去齁 然後這邊卡扣把它扣緊 砲台的部份呢 把它旋轉180度 再拿出這個東西 前面這個東西呢 可以把它分開來 經過一個變形翻轉180度 再把這邊扣起來 然後對準這個砲口 就給它啾進去 它就可以變成一台坦克了喔 所以說這個Megatron呢 變得有三變的模式 CP值上算是還蠻高的 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原色版本的也拿出來 放在旁邊喔 比較一下 那兩台呢 擺在一起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喔 擺在一起看起來的感覺也是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從這個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形不到非常的困難 還算簡單 把旁邊這個卡扣給鬆開來 然後把這塊打開 它裡面關節就呈現這個樣子嘛 要把它翻到外面來 那我會建議捏住這個根部齁 因為這個根部會跑 再把這邊打直 把這塊蓋回去 腳掌把它翻正 後腳板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把這邊打開來 把這塊翻出來 把這個腳的關節 把它往外的 用旋轉的方式轉出來 然後捏住根部的位置 再往這邊打直 這塊翻回去 腳掌把它打正 後腳板翻出來 那它的一雙腳就完成了 接下來可以把坦克頭的這個部份呢 直接的往外抽 然後這裡 這裡的砲管喔 它是連接在一起的 把它分開來 這邊不用分開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它會變成手砲 然後把它往前翻 先翻到這邊 把上面這一塊呢 把它往後翻 在這邊是有卡扣扣住的 把這兩塊稍微打開一點 把這塊白色的往下翻 然後再把這兩塊黑色的呢 往這邊折 然後下面這邊有個卡扣 要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擺到背的後面去 手這邊也是有卡扣的 把它扣進去 頭這邊就沒有卡扣了 跟原色的是一樣的 然後把它的拳頭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手砲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它的腰也要把它旋轉180度 跟原色版本不同的就是它多了這些配件 那這個配件一個可以當作盾牌 安裝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兩個翅膀呢 可以安裝在背後 翅膀這邊有凸 背後有兩個洞 剛好可以安裝這個翅膀 另外一邊也是把它安裝上去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 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型之後 整個人物的配色 應該是我看過最正氣的Megotron了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並沒有換一個新頭雕 那臉呢是有上塗裝的 胸前的狂派標誌變成了紅色 那我比較好奇喔 它既然變成博派了為什麼不直接印博派在上面 然後局部有點綴一些黃色 分色來說還是蠻豐富的 腳這邊也是 那看到人物的後面呢 整個完整度算是蠻高的啦 沒什麼空洞的問題 背後多了兩片翅膀 整個造型呢感覺也有點不同了 可動性方面 可動性呢其實差不多關節也都還蠻緊實的喔 這個脖子還是會下沉但是不會很嚴重 肩膀360度也沒問題 阿對這一塊 這一塊人型應該要翻下來喔 這個忘記了翻下來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啦 那手臂平均可以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還蠻緊的大概是90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 腰是有腰轉 腳往前踢往後往外 活動幅度都還不錯 然後一體性也不錯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大概是90度 腳底這個接地也是一樣 它是一直卡扣 把它鬆開來 接地大概是這個範圍 那這個緊實度呢 比我原色那款的緊實度來的更好一點 它所附帶的武器 我們也讓它來握一下 那這款Megatron因為它的配件更多了 所以整個人物看起來更加豐富喔 人型之下加上了這些新的配件 然後換了一個配色之後呢 也給我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擺脫了以往Megatron的一個形象 那如果要挑缺點的話呢 背部加了這兩個翅膀呢 背包也是有一點重量的 所以人物在站立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不小心的往後倒 但是並不到非常的嚴重 整體來說關節還是蠻緊實的 把玩起來的手感也還不錯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原色版本的 拿出來放在旁邊比較一下 那換了一個配色加了一個配件之後 兩個是不是感覺差了蠻多了 這個就是比較常見Megatron的一個配色 那這次鏡像還多了一些配件 如果你想要的話也是可以跟原色 或者是二次元版本配色 同樣模具的一個Megatron做一些互動搭配 這點我覺得也算是鏡像這款Megatron的一個賣點 這一款Shutterglass Megatron 雖然是一個重塗的作品 但經過官方的腦洞 把它賦予了一個新的飛行器型態 新增了配件換了一個配色 給人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也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三變的變形金剛 如果你之前沒有收到原色的Megatron 又不在乎這個角色的配色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算是CP值最高的一款 那今天這款Shutterglass Megatron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